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a 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San Diego 来看托尔兄弟在这边的一个盘 那么这个盘呢 现在的三栋样板房都已经放上市出售了 那在我身后呢 是它的户型衣 户型衣的样板房已经售出了 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现房和清房品牌 那户型衣呢是四房4.5位 三车库4765尺 那这是呢 这是一个铁门小区 学区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这一边的环境也很好 现在所有在卖的房子都是带有景色的 也就是view home 那它的价钱呢 我会放在屏幕上 地税呢 是1.04加上6000块钱的承建税 好了 现在跟我一起参观一下吧 这一栋啊 是带有一个独立出路小套房的 是十分钟的 那么多个小套房 就好像还是忍着了 还会放在城市上 每个小套房都就直接来 不是一切 如果是有独立的 就像这一栋下山 屠门楼 就像这龙子 一路一样 就像这一样 都像这一路上 这一路上 过一路上 好 处理 他的设设计 也尽 参观过了我们的独立出路 现在就让我们参观我们的政府吧 来了 首先一进来就是一个非常气派的门厅 这一栋样板房它叫做Lucida很浪漫的名字 这一栋的户型跟Mina之前带你们参观过的一栋非常类似 就是优宝琳达的那个Lazio就是好像之前Mina发过一个东宫西宫的盘 就是那个盘 那它是一个大平层的设计 一进门左右两边都有卧室 主卧是在左边的方向 右边是另外两间卧室 那当然主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独立出入的那个小卧室了 然后一进来就是挑高顶20尺的客厅 连接着厨房哈 然后整个是全景的拉门设置 从客厅厨房餐厅都可以看到护院 那护院呢是全玻璃栅栏享有非常漂亮的景色 视野非常的开阔 那拉门全部拉开呢 海风直接就吹过来哈 圣地亚哥呢是以它的好气候而出名 那么因为它的好气候呢 也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这边安居 那么大隐隐于是在圣地亚哥 这个漂亮的小镇呢就有这种感觉了 那么多不然呢 那么大隐陆 现在是在圣地亚哥呢 这边的小镇呢就有这种感觉了 那么大隐陆 这个小镇呢就有点感觉了 那么大隐陆 所以那边的小镇呢就有点感觉了 那么大隐陆 我觉得这是在圣地产生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那么托尔兄弟一直是以他的新颖的设计和精端的品质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那他曾经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第六受欢迎的品牌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厨房 我觉得最霸气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冰箱 来看一下 这个冰箱有多宽啊 米娜双手伸开都不会达到它的宽度 那这次你去超市的时候 就可以大肆的购物了 可以把这个冰箱装的满满的 左边呢 围我们的冷冻 右边呢 就是我们的冷藏了 1个月 2个月 3个月 1个月 symbol 1个月 2个月 2个月 莱 h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又有一个家庭的私人酒吧 相信是很多喜爱品酒之人的梦想 无论是自己在家小酌一杯 还是好友亲朋欢聚的时候微醺一下 那么在客厅或餐厅的一角 享有这样的一个区域 做一个私人酒吧 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 有奢侈的行为的 那么这一栋户型的设计 它是全对称的形式 两边都是对称 其实对称是一种美感 左边一进门 是我们看见的一个独立出入的套房 右边对应的方式 就是这个房子的三车库 那么再往前 左边这个方向 就是我们的主卧方向 右边则为次卧和bonus room 好了 现在我们去主卧看一下吧 这间主卧的卫浴真的是超级的宽敞 加宽的淋浴房 还有欧式的浴缸 男女主人各自的洗手台 而且女主人这边的洗手台 切心的设置成了非常长的形状 因为我们女人的东西就是多嘛 那在我身后呢 就是可不如式的衣帽间了 感谢您的意思 抱一ercíbete 在那里面 在这广子里这边 层 emergency 小 Și 知名的 фак appointed 真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在紧张而忙碌的都市生活中 每个人呢都渴望温馨和温暖 那家呢一直是都让人一个最放松 最温馨惬意的地方 圣里亚哥这个城市呢 一直以它的好环境好气候 还有好学区出名 那么它呢离太平洋海岸线非常近 整个城市呢很多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 还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的学校 那么距离墨西哥呢也是路街的距离哈 没事可以开过去玩一圈 土耳兄弟的设计呢 一直都是奢华而又不张扬 高端呢而又很有内涵 那时尚呢却又透露着温馨 那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家呢 相信能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温暖与温馨啦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那这个小区目前呢 所有样板房都在出售 我们今天参观的这栋呢 已经预定出去了 不过同户型的气房和线房呢 还是有的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要尽快联系我了 我是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铁经纪和注册会计师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咯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